看到非常正面的故事 这一名30岁罹患罕见恶性肉流的病友徐徐 他念头一转 把住院当成旅行 医院当做饭店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甚至他挑战登高山到海边裸拍 如今抗矮已经6周年了 他还把自己的画作 做成了帆布袋 玩偶 意卖 募款 就是要帮助其他的矮友 一起来战胜并魔 偶像彭佳慧惊喜献唱 30岁的徐徐满脸幸福洋溢 他从小就是运动健将 6年前从国立大学工科毕业 前程似锦之际 左腿突然抽痛无法行走 检查发现罹患罕见恶性肉流 而且是最后一期 以前就是都是在球场上面的孩子 足球 排球 篮球什么样 然后也没想到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言谈中语带哽咽 因为那一年病魔不但找上他 母亲也因为乳癌过世 让他一度瀕临崩溃 好在接触到乌克利利开始画画 人生突然从黑白转为七彩 专注欣赏 或是专注在创作之中 然后让你不会去想到 你治疗这一块 你不会整颗心都在担忧说 我的疾病会怎么发展 把我生命的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儿持相拥 不让自己的精神 浩若在担心害怕上 许许念头一转 把住院想成旅行 医院当成旅馆 甚至尝试登高山到海边裸拍 一个人出国游玩 还爬到嘉明湖上面 对 那 对然后去年还去青藏高原 就一声听了就很不可思议 抗癌满六周年 徐徐用自身经历鼓励 矮友十字路口转个弯 就能找回快乐人生 同时把自己的画作 设计成繁布袋可爱玩偶 捐出来义卖木款 要帮助更多矮友乐观 战胜病魔 欢迎新闻林军廷的10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